今天的舒服stamp 就给 提醒一下大家 过两个喝酒 对身体不好 正好 今天我们要喝水 汤 好重啊 中国 八个狂犬水品牌 我们要品尝一下 哪一罐 会得到一个的舒服stamp 舒服 舒服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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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以后再不会用这个主题歌 来 农夫山泉 嗯 应该是中国最大的狂犬水品牌吧 我知道农夫的老板 是中国最有钱的人 对 我要分析什么呢 价格 品质的设计 和口感 好吧 价格的话 我买了 2块钱一瓶 550毫升 还可以 算便宜吧 品质 价格很经典 好像会到中国 随便那个城市 都会看到这个品牌 看起来就是比较便宜的 便宜没好货吗 不一定啊 就是水本来就应该便宜啊 你知道吗 人的身体有60%的水 我感觉很湿 口感呢 我本身喝水就喜欢平衡的味道 不要什么特别突出的味道 要干净 还可以 这款我当然喝过很多次 就觉得 还好啊 能接受 也不会给我 我在 瀑布下 在跳舞的感觉 好 80分 白水山 英语叫 对啊 那些水 都有英文名字 农夫 叫 农夫 挺方便 有的老外 就会用英文名字啊 可以给我一瓶子 干糖 干 哦 白水山 价格 三块 有点贵 其实 还好 在法国的便利店 买小瓶水 一般都至少要一欧 品质的设计很特别 感觉就是 艺术家设计的 我希望能呈现水清淡 口感的话 就是我喜欢的口感 干净 就感觉在河里有用 我说的是山上那种很干净的河里面 好 就是五分 以保 上面的英文 其实是法语 C'est bon C'est bon pour le moral 就是好河的意思 这是我在中国看过的第一个品牌 08年在飞机上广州到海口 谢谢王先生 我当时超级开心看到了一点法语 我还以为法语在中国很重要 其实 法语在中国重要吗 价格两块 便宜 其实看起来也挺便宜 也没有什么艺术感 口感的话 我看西宫 我的脑子就已经觉得好喝 还好 平衡 但是 可以了 85分 农夫长白雪 也是农夫的 但是应该是在长白山生产的 价格三块 贵一点 但是 好看多 虎年吉祥 牛 比普通农夫好喝 感觉特别fresh 肯定是因为长白雪这个名字 我的脑子是不是在骗我啊 没有任何奇奇怪怪的味道 就是分 抗师傅 好酷的品质啊 特别现代的 河开水 树水好吸收哦 其实我 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价格两块 OK了 干杯 干杯 嗯 辣椿 不错 但是 没有刚才那款那么 爽脆的感觉 呃 有这个工作吗 有这个工作吗 85分 有矿 有矿 油肯 这个我没有见过 有点像一瓶 vodka 挺好看的 4块钱好贵哦 好喝 有95分的味道 但是太贵了 90分 艾夸 阿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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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瓶子设计的很简单 很漂亮的 感觉特别干净 好像也有其他的颜色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差别 你知道吗 价格4块6 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水 好喝是好喝 但是4块6 为什么4块6 85分 今天 我买错了 我以为是小瓶 英文名字 也叫干汤 Why 是和白岁山同一个公司 价格3块5 但是是大瓶 不能比 我很好奇是不是和白岁山一样的水 有可能吗 它们很大方 不一样 好喝 但是没有白岁山很平衡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水喝了太多了 给它 就是分吧 好了 今天的舒服stamp 就给白岁山了 可是那些品牌真的都很好喝 而且我的感觉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上次到你们觉得哪一个品牌最好 你们平时喝哪一个呢 你们可以评论一下 呃 此处有人吗 没有是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